三寨探望十六 以臣慈悲的心寬恕 善 李國華1961年在香港出生 白兄弟姊妹排第六 一歲時染了小兒麻痺 左腳殘疾 醫生用腳架附載走路 他自卑覺得不好看就會用到 他的左腳是完全無力的 行動不方便 多年以來一直都用擺掌 1980年開始 他在香港紅十字會做義工 1986年他考到香港社工運行 香港大學工商管理專業學位 在大學修讀社工課程 成為註冊社工 先拿到社福利署 香港學生輔導會 香港家庭福利出進會 香港農人福利出進會 這類社福機構做社工或者福利員 1989年他和公務員姓張的女子結婚 1994年大女出生 1996年大女出生 1998年李國華被控在家 妻禮29歲的妻容 經過審訊之後裁定無罪 他辭了香港農人福利出進會 中心主任職務 去社福利署做合作社工 1999年他一路往駕駛 留下定罪記錄 2002年,李國華開始撥起問題 同年,他入了柴灣家庭服務中心工作 用8萬5千元積蓄在西商板納 晚海縣長山鎮 與雲南中國紅十字會合辦博愛兒童之家 博愛兒童之家開辦半年後 李國華說中國紅十字會諸多限制要另起勞躁 2003年,他籌辦香港私比手業會 邀請香港辭職人士李永昌求殷明慧兩人加入 2003年2月,成立了香港關乃菲兒協會 得到不少月薪人士捐款支持 2003年6月,他以香港私比手協會的名義 與雲南省西商板納自治越州馬海民政局 合作設立人愛兒童之家 簡稱人愛,取代了博愛兒童之家 香港私比手協會的口號是 愛心和行動 等於支持中國雲南省助養助學計劃 使命 發揚師比手更有福德精神 行動 用愛心和行動去關於孤兒和貧困學生 工作 開辦孤兒院助養助學 探訪孤兒和貧困學生 捐助虎養銀行帳戶是李國華國人戶口 地址是他的住所 柴灣小西灣道9號富銀花園 一座15樓B室 聯絡電話亦是他的手機號碼 他寫信給輝雲基金會要求撥款支持 說探訪內地兒童和貧困學生之後 確定神要去用行動關於雲南的孤兒和貧困學生 李國華是這樣說的 深刻神帶領我到雲南省 探訪那裏住在福利縣和山的孤兒和貧困學生 感受孤兒和貧困學生的需要 並且確定神要我用愛心和行動 去關於雲南的孤兒和貧困學生 輝雲基金會去雲南特地考察之後 決定合作開辦輝煌仁愛兒童之隔 資助李國華每年一半的經費為期三年 2003年下半年 富銀基金會董事收取仁愛女童和保母 投訴李國華對女院童有性侵行為 董事在香港報警要求調查 警方說事件在內地發生香港無能為力 董事凱曼海縣政府投訴一直都沒有結果 北洋基金會停止了資助李國華 香港施比壽協會和香港關懷孤兒協會 2003年12月 根據香港警務處社團條例 註冊成為非牟利慈善團體 兩個團體都由李國華一個人打理 擔任兩個會主席 他的父母做委員 協會通訊地點是小西灣的住所 人愛在一棟兩層高專建宿舍 院舍另外有空地 電視房和大廳 給小三到中二不等的院徒吃飯和做功課 部份地方是設有閉路電視的 地下是七個男院徒和內地保母楊凱英的房間 二樓有三間餓室 兩間是二十個女院徒的宿舍 另外一間是李國華擺放職務司大床的專用餓室 李國華有權決定誰可以入住人愛或者接受資助 每年去人愛三到四次 每次停留第一到兩個禮拜 主要是處於新學期的費用事宜 他和孤兒院管理人張麗匯搭上 兩個人住在一起 張麗匯其實和李國華吵架之後離開了 李國華很少時間在人愛逗留 院童都交給母母楊凱英照顧 李國華自稱人愛園和乾爹在客廳懸掛歡迎乾爹回來的花牌 他很少出外探訪的 只是拍照做探訪報告 之後發電郵給贊助人 把資料放上網 回到香港之後 會將有關相片下載到電腦 2004年李國華唯一撥起問題看街證 2004年10月 由茶灣診所 影界東區拿打掃醫院 2006年3月 李國華首次去東區拿打掃醫院被尿科囚診 周醫生檢查之後 認為他一切正常 沒有自發性意外原因令到他揚毀 李同X屬於雲南哈尼族 在西雙板納晚海縣山區住 1994年4月1日出生 家裡1個姐姐1個妹 2003年爸爸1日販毒入獄 媽媽靠採查維持生計 3個女兒由大伯撫養 李同X讀到小學30級的時候 大伯在村長安排之下 將她和妹妹送到人愛 人愛當時有19個女婉童 7個男婉童 李國華遇上李同X之後 很喜歡她 給她銀行卡 手機 MPV 零用錢等等 李同X慢慢習慣 她都經常和李國華撒取禮物來錢 李國華公書教學和送禮物 李同X視為因人 2003年9月開始 很多香港捐贈者 開始收到人愛院童的離訊 外容大多於李國華 蘇宇女婉童有關 同年10月10日 香港捐贈者 同志李國華孤兒院院長職務 交由田偉成夫婦管理 2004年1月 李國華帶著李同X、李同Y、李同王智蘭去賓館 企圖向李同X宣布時 三個女同伏足逃走 李同X 亦只對李國華全有戒心 王智蘭的爸爸幸好死了 媽媽離家出走 13歲時被送入仁愛 她寫信給仁愛的女董事求助 2004年3月 仁愛保姆楊凱英和三個女婉童 以書面控訴李國華性侵女婉童 仁愛女董事 向雲南公安和香港警方舉報 當地義工將情況用宣免上報 馬海縣民政局 公安局西商百立州民政局等等 要求關注事件 最終一日母女同願意作證 相關部門難以處理 李國華被免除人愛院長職位之後 向馬海縣申請將人愛管理權 轉對國人新成立的施比受協會名下 2004年3月29日 馬海縣政府辦公室發出通告 宣佈仁愛歸施比受協會管理 4月1日 馬海縣相關部門宣佈 仁愛管理團收歸政府 責令仁愛管理員 延偉成夫婦限期離開馬海 由教育局派人接管 但接受李國華資金支持 4月22日省民政廠正式發文 指出馬海縣民政局未經申報 擅自與香港關懷孤兒協會合作舉辦人愛 省廳近期連續接報舉報 反映香港關懷孤兒協會的個別人士 對人愛女同有不軌行為 造成惡劣影響 馬海縣民政局與香港關懷孤兒協會 立即終止合作 取代未經批准成立的人愛 不過仁愛仍然繼續營運 2005年9月 女同X 復少五年級那一陣 每天中午 她回到仁愛 接到舊的女院有輝銘的電話 輝銘叫女同X 去附近的佛卿女社見面 女同X 報了佛卿一個房間 輝銘說肚餓要出去買麵包吃 沒多久女同X 聽到敲門聲 門外面站住的是李國華 李國華入房後 她拆了女同X 衣服 仍然處理資生的女同X 反抗 叫李國華走開 最後因為不夠力帶 被李國華插入下體 李國華完事後 要她吃避孕丸 叫她做乾爹 這個時候 分明帶不回來了 李國華拿了2萬元出來 給兩個人均分 女同X 打電給媽媽 說不想再住人安 她媽媽沒有理他 堅持要女同X 繼續住 李國華在香港時 用人安房間內的電腦 和人安職員以視像方式開會 女同X 和人安保姆楊凱英 都各自擁有李國華房間的鎖匙 其他人就沒有 女同X 經常入李國華房買電腦 有時還要為朋友陪她一起玩 2006年11月 女同X 女同Y 黃智藍 去到李國華房間 李國華房間的電腦和女同X 視頻說話 叫她和X 摸上身上的衣服 李國華向女同X展示下體 向電腦自軸 射精 這種情況 由2006年到2007年 一共出現過兩三次 黃智藍和女同Y都在場目的 黃智藍她成為下一個受害人 以不想讀書要找工作為理由 要求離開人愛 就得不到李國華的批准 2007年2月 女同X 獨陸零級下學期 在李國華房間玩電腦 玩個凌晨一點 李國華洗臉刷牙之後 入房鎖門 叫女同X不要走 留下陪她睡 女同X 推筒下 要再玩一陣 李國華索性 關掉電腦 在威逼女友之下 女同X 留下 和李國華在床上親嘴 愛婦 寬衣 性格 姿勢和往上一樣 男上女下 李國華在女同X 大腿射精 接著清洗 一起在房裏睡到天亮 李國華期間沒有說話 人愛保姆楊凱英 見到李國華和女同X 一起入圍身間洗澡 李國華人習慣 為每張相片列出日子和標題 例如她帶七歲的嬌嬌 回布朗山鄉下的時候 日期是2007年5月2日到4日 2007年5月2日 李國華從香港回回人外 叫女同X 女同Y 王之南 和她一起送嬌嬌回鄉下 嬌嬌家沒有地方給她住 他們就在布朗山龍後市場招待所留宿 房租三十多元 當日有很多間房出租 李國華說為了方便照顧 只是租了202號一間房 和三個女同同住一房 往日有三張床 王之南和女同Y 各自睡一張 李國華和女同X同睡另一張 吃完晚飯回來 各人坐在床上看電視 王之南和女同Y睡了之後 其間電視還在開 李國華伸手我女同X 除了一條褲 一言不發 以男上女下姿勢 和女同X性交 李國華沒有用避印套 在女同X的肚皮上射精 完事之後用紙和自己清潔 王之南當時還未睡 當日見到李國華和女同X 睡在同一張床 在皮下 將人疑似性交動作 之後見到李國華和女同X 一起去衛生街洗澡 2005年到2007年 李國華每次回到人愛 都和女同X發生性行為 次數超過10次 李國華要求女同X 用手或口 撤去下底 女同X只是用手幫他 2007年李國華去到女同X的家庭探訪 女同X的媽媽視她為恩人 放了家中為一隻雞款待她 2008年 女同X離開人愛 李國華給了她300元 說乾爹給她的老費 女同Y在1992年4月20日出生 2005年讀小五當時入住人愛 小六當時離開 小六下期一個晚上7到8時 女同Y同輝明 在人愛二樓房間一張屋架就下格睡覺 李國華突然間入房 用雙手撫摸女同Y的恐怖 女同Y反抗 但不及得李國華那麼大力 過了一陣子 李國華自己離開 2007年 李國華在社署核下的 紅磅行藝庇護中心 做高級社會工作助理 以機動圖身份 在教育分享自己的故事 2007年12月 李國華聯合作志願者林李夏 向他提出合作要求 林美亞跟著李國華去到人愛 被身為殘疾人的李國華深深感動 熱心慈善工作的岑丹鳳 上網時知道李國華不良於行 但去到山區辦孤兒院大為感動 經過好心網介紹 聯絡香港司機壽協會 即時捐出2千元 李國華說 過去幾年資助899個兒童 固然院裏面住有7個男童 20個女童 2008年2月 神丹鳳飛去西雙版納考察 見到人外院舍殘舊 人手和截屍都不夠 返到香港之後 求到10萬元 打算捐給人愛 打算捐給人愛